被老婆律约怎么办 想要报复到底可不可以 这是我的粉丝王先生他的留言 他说夫妻不爱了 我老婆偏偏选择了背叛我 我真的失望透顶 我不想翻开她 不想别人在背后指指点点 我怕我承受不住 我想选择报复到底应该怎么办 那我的回答可能就是有一句话 报复别人就是攻击和伤害自己 遭遇背叛 想让你不痛苦 这是不现实的 而且对很多人来说 可能会有很长一段时间 都会处在痛苦和焦虑当中 我在学习心理学的时候 就常常听我的老师们说 人的情感成长 有时候是需要面对挫折的 在挫折当中 我们才知道如何选择 辨析自己需要的人 需要的生活 才知道如何更好地珍惜 和经营自己想要的爱情婚姻 当然在痛苦当中 我们才能成为更完整的自己 痛苦有时候就是一种 促使我们情感成熟的资源 如何利用这种资源 真的就是要靠你的心智 我看到过一句话 我分享给你 包括可能曾经绕遇过背叛的你们 是恨把爱变得深刻 是爱把恨变得动人 所以这位先生你问我 你想选择报复 你又不想放开他 你问我该怎么办 我觉得你可以选择顺其自然 也可以选择抽身事外 有两个方法你可以试一试 第一个 陈述了爱情不能逃避 需要充满尊重 你可以试试把你的痛苦 你的愤怒告诉给你老婆 听听她是怎么想的 成年人真的很多事情 是需要想透 说透 这样你能够从她的话当中 去选择你未来的路 这样你也才能从痛苦当中 慢慢走出来 那第二就是不妨先给你 自己一段时间做好自我调整 我曾经发过一个视频 痛苦的时候可以选择精神性离婚 在这段时间 你不妨先修修自己的心 背叛有一种痛苦 是对自己无能的愤怒 没有能力赢得对方专业的爱 没有能力赢得对方的心 那就把自己的情绪暂时关起来 这就像蝴蝶需要破茧而出一样 在这个茧当中 修养身心 想清楚自己的需要 就像我们在咨询当中 其实我们往往做的 也就是帮助来访者 帮他去修炼自己 或者帮他找到更合适的方法 那等到有一天 你能破茧而出的时候 你才能获得真正的高质量的爱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